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有更多的教育视频为大家分享 第一个 日子冲锤 第二个 正掌 第三 杀进手 第四 缠掌 第五 横掌 第六 第一掌 同样我们在讲各种技法之前先要分析它的路线目标以及结构 日子冲锤 我们已经讲到很多遍 今天就不再享受了 正常 我们的攻击目标 中线 后背 掌法 通常是为了压缩对方的内脏而打的 所以说基本上和内脏有关的一些部位都可以打击 这是击打目标 弓里 横掌的地掌 也是类似的 当然说它和正掌有区别的 也就是你的手的位置 手如何摆 一个方向性 第二个 路线 正掌的路线和标指类似 还有日子冲锤都是类似的 是向前 正前方 手回归中线打正掌 我们的结构依然是 马步二支前马结构不变 走归中线 第二个手法 杀进手 杀进手 击打目标是脖子 以及身体上 比较薄弱的一些 从侧面可以攻击到的地方 可以攻击类 也可以攻击脖子 或者耳朵 看下去等地 都是可以 路线是由外侧 向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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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的一种手法 它的结构依然是 前马 马铺不变 走归中 向外打出一种 由外能 近内的手法 铲长 铲长 重点在打对方的下马 很多人在勇军前中听说过的 羊掌 这一个手法 羊掌和铲长 其实属于类似动作 都是打对方的下马 然后 把对方 推出去 或者 KO掉 其实他们属于一种 产党的攻击目标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下马 但也包括身体上各种活动的环节 路线 中线 打出 走归中 马步 结构不变 结构 一样 好 横掌 只是把手 从正掌 横掌 底掌 三种不同的掌法 和正掌类似 结构 类似 路线 类似 只不过 正掌 适合了 上方的 一些技术 当然说 如果单纯 说永春的话 正掌 是打 上位的 也就是 头部 横掌 内部 胸部 底掌 腹部 或者 刀部 等等 但是永春拳还是很想要刀部的 那么 这是我们的攻击技法 我给大家先来演示一遍 日子冲锤 好 正掌 杀进手 蟾掌 横掌 横掌 底掌 好 今天我们在攻击技法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讲一文 理论 就是永春拳的内方的原理 我们以 右手 问手 问手为例 问手 有很多种手法 我们首先 以前摊 后护 的情况 说前摊 后护 以右手为例 右手 在我们偏向中线的一侧 称为 内门 远离中线的一侧 称为外门 同样 在这个前提下 我们分为 高内门 低内门 高外门 和低外门 同时运用的手法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 先理解 内外门的原理 以右手为例 偏向中线的位置 这一块 高内门 这一块 高外门 这边 低内门 这边 低外门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的教学视频 可以去我们的功夫者官方网站 如果想和更多的爱好者进行交流 可以去我们的功夫者QQ讨论讯 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以及官方微博 我们会有更多的教学视频为大家分上